那相同性又不好 可是他就強迫你一定要改版 你不改版的話 他 就沒 那當然是他商業考量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想這地方跟各位講 那我的習慣這樣 所以我在雲端上還有放一個那個叫 什麼什麼什麼 SS2003的 叫 Portable 免安裝的那個其實我很常用為什麼 因為我有時候 現在都有流行那個虛擬主機 那虛擬主機上面他不會幫你裝這些東西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在虛擬主機SERVER上面去 去產生一個資料庫的話 那怎麼辦呢 那我就把那個 丟上去對不對 然後我就在那邊建資料庫 我就可以建 不然的話我不可能說 叫那個虛擬主機的廠商幫我裝一個office 因為那個沒有版權 而且虛擬主機他也不允許你這樣做 OK 所以你可以用換的方法 就可以達到 按確定 第一個ADO有 如果你沒有ADO的話 這兩行會錯誤 他會找不到這兩個東西 再來的話 我們要需要一個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呢 因為我們這邊是2010 我們就建一個2000 那這個名稱本來叫地址 把它改成叫成語好了 所以我這邊會需要一個叫成語的字 一個資料庫 這等一下 再來的話這邊也要把它改成成語 的資料 資料庫 那他再來 select from 這個是一個查詢語法 select的所有的欄位 from哪一個 table table就是資料表 他的觀念有點像是 這個對應到ECEL就是ECEL的工作簿 就是檔案 然後呢 這裡面的東西就是他的工作表 哪一個工作表 裡面 會有哪一個欄位 欄位就是裡面 比如說我的查詢條件也是成語 雖然都叫成語啦 不過 最上面那個就是成語的資料庫 這個叫成語的資料表 資料表裡面有個成語的欄位 欄位裡面會有個關鍵字 就是這個關鍵字 OK 所以我們大概改 其他都不用改 大概就是改了幾個 一個是 新增 這個ADO 第二個是 資料庫 這個是資料表 欄位 OK 其他的話大概就是已經完成了 所以第1階段的話 請各位先到那個 雲端上面找一下 找那個 就是我們的地址合併這個範例 我們從地址合併範例裡面去找好了 因為這樣 以後你們也可以把這個當範本 那你可以適用在 所有的 這個資料庫開啟 的範例裡面 那你把它開起來之後的話找到最下面 就這段程式碼 把它卡住C 然後貼到我們剛剛的程式碼的最下面 分別改 就是引用 然後在 這個 這幾個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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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